你住几楼 三楼 谢谢 你哪家的 我怎么没见过你 你放开我 我要 你别 走 走 你个臭流氓 你敢打我 我打的就是你 喝点酒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还敢欺负人 老大夫你少管一下 这全是我管定了 整天没什么事就知道喝酒 有点钱就买股票 赢了你好我好 亏了冲人家撒火 我股票亏了你怎么知道 我知道得多了 就你这种人只知道窝里横 没点出息 走 我跟你说啊 你要再敢胡来 这里头来有监控 你敢胡来我就报警 把你抓派锁去 走 阿姨 刚才真是谢谢你 我真不知道怎么会碰上 这种人 别怕别怕 回头 跟屋叶那要监控 看看这是谁家的 谁喝了些酒的人 真是讨厌 谢谢阿姨 快快快快 谢谢阿姨啊 多亏您了 不客气 往后还是要小心 妈 我回来了 这是你女儿吧 是 你好 你好 您是 我也是这栋楼的住户 刚下班在电梯啊 遇到个喝醉酒的老流氓 多亏阿姨帮我把她给打跑了 邻里邻居的 都相互有个照应 这个呀 你拿回去吃 别别别 阿姨 就一点心意 您收下吧 我先走了 拜拜 那你慢点啊 阿姨再见 拜拜 拜拜 你打老流氓 你自己没事吧 那你活动活动我看看 没事 你看你在电梯里 男的欺负人家小孩 不帮他怎么办 不是那喝多了的人 那什么都能干出来 多危险啊 我当时手上正滴了着那纸呢 那火一上来 直接操脑袋 就杠一下 拿纸打的人呀 可以呀 再拿重点东西给人打伤了 我还赔不起呢 真厉害 你颁一个什么 建议有为奖好不好 过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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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吃什么呀 妈 我还没来得及做饭呢 我看看冰箱里有啥 这不馄饨吗 那是想让你明天早上 跟娜娜吃早点的 我好久都没吃 您包的馄饨了 咱要吃馄饨吧 行 三鲜馅的 我说 您说 煮得了吗 煮得了吗 我 我来吧 刚下锅的馄饨 稍微地推一下 别拿铲子铲 推一下它就不容易破了 别拿铲子铲子铲子铁锅 它是挺堆的 这个俊乐队的葫芦 能教你们什么 修仙为宸 当如本真神义吧 逍遥自乐的事 今日 本尊便给你们这些小娃娃漏了什么 看仔细了 姐 你今儿怎么从群里发视频了 新学的 看来心情不错啊 在上海待着不想回来是不是 我跟依景的关系刚缓和 想待多待几天 那你就多陪几天 在上海待着没事 家里有我呢 你在妈那儿啊 这大半夜的 妈就帮我赶走了呗 赶你就走啊 现在才几点 那我也不可能 二十四小时都陪着她吧 我也正想跟你商量这事呢 你上班的时候呢忙 休息时候啊 你又要聚会 妈一个人在家 我真是不放心 那你什么意思啊 你意思说让我周末也别出门 去妈哪儿是吗 我是觉得老请假不合适嘛 那怎么着啊 你这一会儿这样也不行 那样也不行的 要不然抓个监控 我们可以随时看见她在干什么 发生了什么你说呢 不行不行 妈肯定不会答应的 这什么不用同意的呢 那怎么着 要不跟老三商量商量 你叫她呗 我不会呀 行 你不会 我来 二位姐姐 有什么事 老三 你二姐提议 要给咱妈装个监控 装监控 你觉得妈会同意吗 你太不了解妈了 妈可新潮了 娜娜 教她手机上那些 新潮玩意儿 她玩得可溜了 我觉得呀 妈这么要强的一个人 你给她装监控 意味着监视她 她一定不会同意 我觉得你想多了 那咱们可以摊开了 跟妈说呀 妈 岁数这么大了 是不是 几个女儿都不在身边 那万一出过什么事 我们赶不回来怎么办 这肯定是好事 这是一种方式方法 你跟她摊开说 她肯定能理解 你别老觉得 你自己多了解妈 这常年不回来的人 你真的是 姐 这哥回来几次没关系 一个人的性格问题 了解得自然会懂 你说 这说真的事呢 怎么说说 不是就吵起来了 我觉得这样吧 给妈找一个阿姨 就是那种不住在家里 白天帮她收入房间 做做饭 如果跟妈聊得来 还可以陪她聊天的那种 钱我来出 张阿姨我不同意啊 谁来面试 现在好阿姨多难找 你知道吗 这要三天两头的 凡阿姨多 吓人 万一她把东西卷走了 怎么办 我还是坚持着要装监扣 要不然这钱我来出 你别出 行吗 这钱的问题也解 行 大姐 要不然这样 咱们投票解决 好不好 你支持谁 是这样啊 一锦呢 她最近太忙了 我也走不开 要不 就按婉清说的 钱咱们仨一人一份 可以吗 没问题 你看 关键的时候真的还是大姐支持我 我本来就说的有道理 不要我学的呀 就应该让老三花钱 他钱最多 这跟谁的钱多钱少没关系 我是要让他知道 世界上的事情不是光用钱 就能解决的 这个家 他得出力吧 那就更应该让他花钱呢 他花钱咱们把钱省下来 咱 咱干点啥不好 对吧 陶大蕾 你真的是 就这点出息 你 你干脆跟钱过 你得了 我这个思想觉悟不高 钱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那份心